《约翰福音》第21章15-25节 吃过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 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那就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再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那就牧养我的羊 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因为耶稣一年三次这样问,彼得就难过起来 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耶稣说,那就喂养我的羊 我实在告诉你,你还年轻的时候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到哪里,自己穿好衣服就能去 但到你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双手,有别人为你套上衣服 带你到你不想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要让彼得知道 他将来要以怎样的死来荣耀上帝 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正在他们后面 就算那天晚餐时,靠着耶稣问 主啊,谁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 彼得就问耶稣 主啊,他又会怎样呢? 耶稣说 就算我让他活到我在来的时候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只管跟从我 于是在信徒中间 就有传言说那个门徒不会死 但耶稣说的,根本不是那回事 他只是说 就算我让他活到我在来的时候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那个门徒 为这些事作了见证 并把这一切都记录在这书上 我们知道他的技术是真确的 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有许多 要是一一记录下来的话 我想,恐怕整个世界都用不下这些书了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